在這一節我們來談一下 一個不是線性變換的變換 這個例子就叫做平移 Translation就是平移 平移為什麼不是線性變換呢? 其實我們用一個例子來看 這裡的A,例如說我們假設叫做E2 它把所有點往左一格,往上兩格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X 有一個X,隨便就叫XY 有一個點叫XY 那我現在L把XY就會印到哪邊呢? 就會印成X加1,然後Y加2 可是我們今天如果把這個東西 把它成兩倍 就是說我們現在來看這個2X 2X其實會等於什麼呢? 2X跟2Y 它印完的結果就是一樣 就是只有怎樣? 這個印射就是每次X座標加1 所以它會印到2X加1 跟2Y加2 但其實它並不等於什麼呢? 並不是會 並不等於兩倍的X加1 Y加2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不是 對,就是 平理這種東西雖然是一個很基本的操作 可是在線性變換裡面的定義 它就不滿足 所以不滿足它就沒辦法做一些分合伸縮 所以平理有時候 我們要透過另外的方式來處理 就是先把它移到原點 移到原點之後才能夠做線性變換 OK,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對了 OK,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對了 我們先到這場 我們先來修改